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西子湖畔了 那老师在那边给各位做一个小科普啊 短片的小Vlog科普 第一个就是说啊 你看人家说啊 苏杭出美人 你说其实是西子湖畔啊 那个美人如素啊 那为什么苏杭专出美人呢 其实啊 可是老师背景里面就会看到 这边啊多的就是什么 多的就是杨柳树 一般杨柳树多的地方啊 他的女性啊 还有他阴柔之气会特别的重 所以说为什么苏杭出美人 那就是因为他的杨柳树特别多的 那在家里附近很多杨柳树的呢 那边生出来的很多啊 也都会变成什么 生女性多 比如说呢 台湾有个嘉义那边啊 有叫做垂杨鹿 垂杨鹿 那边啊那个女生的生育率就是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是说啊这个杨柳树它是属于阴柔的东西 那它对于 不要说它对谁好或谁不好 只是它就是阴柔性的 所以是说 对于女性好 那对男性来讲啊 它会化掉它的阳气 那这个东西就要去注意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既然到了西子湖啊 我们当然就要看一下这个什么西湖 西湖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 为什么呢 各位要知道我们中华文化都把基本上是以在水的文化 那在这个西子湖啊 它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湖畔 一般老师会不大会建议啊 各位去买什么买那个什么 呃面湖的豪宅 或者是说你领海的一个豪宅 为什么呢 因为在风水里面啊 水法它是一个非常特色性使用的东西 我们在用水法的时候啊 它也必须有方位性 而且不能够越界 越界是什么呢 因为它超出它的工位 那用权就不好了 那你说哎老师不对啊 有钱人都住那个河边或海边的豪宅啊 对 你要去注意到 它这个豪宅如果它是可以长治久安的 它一直富贵传承的 它一定灭海但是一定是会有的 但是首先第一个它不可能常住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它不会离海边太近 不会离海边太近 也不会离河水太近 我们要去注意到任何你看到的豪宅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建案 它只要是很临近在这个河海这边啊 它没有10年20年它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它很容易越界 因为风水轮流转啊 你要看老师的流年总论都知道 风水流年总论都知道 它会一直转来转去 每一个工位啊 每一个挂线啊 都有它的一个能量所在 但是呢 像这种西湖啊 它这种很大很大的一个湖面了 你在这边定都 或是你在建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府的时候啊 通常你都平安逸宇 一代之后就二代王 有些一代都还来不及 一般来说我们过去所看到很多 比如说孙权啊 张世成啊 他们在这个地方啊 在去苏黄的地方啊 去建王府的时候啊 都很容易完蛋 都很容易完蛋 为什么 随法 而在很多朝代里面啊 随法也是这个湖啊 海啊 很多是帝王常用的 人家说精灵是不行 精灵啊 它是破败之都 就是南京城 所以说当时啊 在朱元璋建都的时候啊 刘伯仁就曾经反对过是说 你应该定都在北京 为什么 因为天子守国门 那第二个没有讲的原因是因为 他离这个离这个河太近了 长江太近了 然后呢 你一守南宫是没有错 但是呢 他非常明白这样子的风水力量 所以说你定都在南京啊 通常你的国运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说后来就发生了 靖难之变嘛 然后再后来我们看到的国民政府啊 他也在南京 也是定了他定都 结果呢 结果就没有了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说随法这个东西啊 是很重要的 那老师今天在西子湖啊 来跟大家做一个临时的Vlog 跟大家科普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看树林啊 老师在背后就一大片的树林 刚才老师说啊 你在河边不好 或者说垂流不好 那我在森林里面怎么样呢 在森林里面啊 要看状况 这要看状况 比如说老师后面这个东西啊 它的树是比较挺拔 比较高的 像这样的住住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也不适合造极的地方 当然有些风水师会跟你讲是说 这个是什么 这叫纹笔 所以说呢 你后面有种这些高大挺拔的树呢 一根一根的就像笔一样啊 所以说你家会出状元 讲是这么讲的 但是你第一个你要看时机 第二个你要看远近 而不是说你全部的都是冲到纹笔 然后冲到一根一根的就是好 第一个你要看工位 第二个要看远近 如果啊 你在这些树木啊都是一些 比如说像这种触手可及的啊 老师这种触手可及的这些树木啊 那是非常不理想的 你跟它一定要一定的距离 这个风水学啊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它一定要距离美 你没有距离美啊 你这个行家 你这个样子的风水啊 你是很难去用到的 所以是说啊 如果是这种树林啊 我们离它远一点 你不像什么呢 这就不像纹笔了 对不对 就像什么乱棍打下来 所以说你要注意哦 但是啊 老师一定想到一定有朋友说 老师 我这种在海中的树不一样 对不对 像老师后面这种 啊 你种这种有成硬的啊 或是一棵一棵的树 那就没事了吧 对不对 不像乱棍打起来啊 它也不是垂扬树 是不是就很好了呢 答案也就是 要看距离 还是你就要看距离 距离不是老师这边不跟你讲啊 那是因为距离啊 它必须要依照你房子的高度 和你的宽度啊 去计算了 所以这个不能有一定而论 但是啊 一般来说啊 这是不要靠房子太近 比如是说呢 怎么讲呢 如果是你你房子啊 三米以内的 通常都不会是好的树 这个各位要去记得 三米以内的树啊 它都不会是好的树 所以你要离最少 我说是最少哦 基本上你十米是最好 但是呢 基本上要10米 有点难度了 毕竟现在不是每个都住 都住一楼嘛 对不对 所以说家里你要种树啊 你就不要离它靠它太近 那如果是说你面对公园 面对公园是不是就很不好 面对公园 你是不是 比如说台湾有大安森林公园嘛 等等之类的 面对公园是不是就很不好 不会 面对公园挺好的 为什么 你要看你的高度 如果你的脚下 你的脚下 都是树顶 看得到绿叶了 像老师头上这些 你这个脚下 楼高高过它 大部分时候 大部分了 我不是说一定哦 是大部分时候 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大部分的状况 都是好事 没有绝对了 我们的风水轮流转 总会转到一些不好的时候 但是啊 十年里面了 应该至少都有个六七年 都是好事的 所以说 哎 买高楼面公园 大半都是好事 小老师背后这个 还就属于这种临终小屋 有没有 叫做临终小屋的东西 那住起来呢 感觉很诗情画意 对不对 有没有像那种北欧住宅 对不对 感觉很诗情画意 在那个树林之中 还有一些造景之中 生活的应该很惬意 答案就是这种房子不是拿来住的 这种房子不是拿来住的 你要说哎 老师你不对啊 对不对 欧洲很多的百姓住这种房子啊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以前住这种房子 很多都是北欧或者是西欧的 没有很有钱 那是因为二战之后啊 发了战争财 在那之前啊 那个并没有很有钱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穷乡屁 比较是土地不能种植 不是说穷乡屁啦 这样叫没礼貌 就是比较不适合种植的 好 那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案例